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由馬爾 贏者 鏡花先生 講完幾套 嘔血 應該不是很對題 我理解錯 你不覺得括答 最後那套有人覺得正常 有人覺得很嘔血 前面那兩套應該是公認嘔血 接著講到我們深入的時候 也有些真論 究竟是否阿sir 究竟他是神人 還是廢物 我想補充一點的真論 去到中間發覺 嘔 那就搞定了 我們接著講的那套 就是 推響吧 阿里的作品 上低音號 我們開始說 全班都上全國大賽 但他就不教 究竟這個人是想教還是不教的呢 沒教的 有料還是沒料呢 第四集說 其實他是想教的 但他的方式很奇怪 他進來給一些 組長自己討論一段 就說 你一定不練習的 那我就教 那你為什麼要討論呢 我理解不了 阿sir 有一種情緒要混 不能檢查出手 要看看情況 看看學生成為何教 教他才出手 明白嗎 這是兵法 沒有聽過什麼 有教務類的 我們在深探的時候已經討論過 究竟這個人 是想教還是不想教的呢 劇問題是動畫 其實沒有一點 是老師的想法 到最後都沒有說 老師的想法 就是路上去想的整件事 我們不知道 故事裡面 其實最主要都是低音部那邊 那幾位去帶動故事的 那個老師 基本上他有故事 我怎麼說 他有寫了一點 最後一集 就看了一張照片 其實只有例來 吹噓的話 那個老師真的很厲害 當然 Turn Out的 最低音部也做得不錯 管弦樂團也做得不錯 他不是管弦樂團 其實應該是交響樂團 是的 隨便 管弦樂團 的確是 管弦樂團 管弦樂團 最後的結果是OK的 就是這樣 老師沒怎麼說過 大家一開始看到 就是因為他本身管弦樂團的關係 超過55個成員 就是每次都大堆頭 其實你都認不到誰打誰 你看到那些配音 總之就是第一個 有粒羊子 那些人沒有名字 這樣也有看到 他也是那些舊的聲優 搭一些新的聲優 去做主角的玩法 黃淺 即九尾子 低音部的群人 不斷帶出 究竟在一年前 二年級和三年級生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會有大堆人去對捕 其實這部 你預期說是講學部 你不如說其實是講人事關係 我看到中轉 我才過一次發現 原來音樂不是重點 是講人事重點 原來音樂團其實也是這樣 他整個東西是講人事關係 其實你看到的 我講前輩 主角群 其實基本上就是 他性格就是這樣 但主角群其實也有少少人事的關係 不過以後再講 有 他想講的三個人可以有人事關係 五十個人可以有人事關係 但是整件事一樣複雜 整件事可以 人多就複雜 尤其是其實 如果你說性格裡面 明日香 即是副部長 這個角色 簡單來說 他就好像是一個 很有領袖魅力 似乎可以領導到 一群人 一個leader 有能力有魅力 在二三年級的事件裡面 他是沒有做過任何表態 嗯 而其實呢 你看到的 就算去到之後的事件 毒咒事件也好 其他的事件 其實他一直是保持就是什麼 他是 不會發表任何的意向 不會干涉太多 我覺得他那個性格 就不想 希望他自己的取態 去影響了其他人的判斷 他沒有剃任何歪 他永遠是中立的 持平 他不是持平 我覺得他是客人 他不想表態 他有立場 但是他不會把立場說出來 是影響其他不知名的 他是想置身事外 是的 因為當黃錢 就是九明子 問他那個solo那一段 他說 你為什麼這麼無聊 都是強穩的 其實他覺得 這些事情你自己搞定 很無聊 你自己搞 他不是不想表態 他是不要關我事 他自身事外的原因就是什麼 之前的事件就是什麼 就是每個人 他們的立場 有鋼鏡和沒有鋼鏡的那一班 對他來說就是什麼 他看得很透 其實我幫哪一面 我也是死的 最終的結果就是 他們本來是打算 吹明阿香出來做部長 但他之後就是 這個爛坑子他已經看透了 他是沒有辦法去收拾 他是不可以再把這班人凝聚 因為本來明阿香 他說到明阿香 其實都叫做一個不錯的樂手 對他來說就是 我沒什麼所謂 到主角群加入的這一年 到獨奏這一部分 其實明阿香的取態其實是什麼 表過一次態 他有意無意的就說 總之最好那個 最好那個不算表態 他的朋友三年級那個 我忘記是叫美玥還是什麼 鄉直 租世古鄉直 就是部長還是崔那個 崔那個 崔那個 鄉直 鄉直 他問他的時候 他會說 你覺得誰好一點 然後他都說 你想我給你一個什麼答案 之前他已經強調了 其實對他來說 最好那個 就是獨奏 應該唱獨奏那個 但這個是他的朋友 我跟你說 又好像嚇到你 就是說 你又要問我 我當然不回答你 這個人看得很透明 就說 你這樣的關係 你不要問我 你老婆 你媽媽和你老婆跌入海 你這樣 這個問題是不能回答的 正如你剛剛的比喻 就是重點是問那個人身上 問那個人抱著什麼感情 什麼心情 你想我怎麼回答你 如果我作為一個副部長去回答你 我問我們現在是全國大賽 那我當然要最好的一個 你是不是最好的 你這樣問的話 他不是做一個波拍嗎 沒有朋友做 他也看出了九尾子 九尾子 你也是十粒 你也是水泥內 你問我其實 你想我支持你 其實 你也是想我清晰 某種意義 就是其實他們 在這個人事關係裡面 他們這些問答 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說 我跟你聽 我問我之後 說 贏者你覺得我怎樣 難道你說 我扑街 你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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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消耗 我記住 你死定了 都說了 有人在你分身有分身 五個人都有 這個位置 明有香 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知道 我回答不了 我怎樣回答我 都是死的 他有雙重身份 而其他人 看似就是 雖然部長 掛名是本人 但人們心目中 他才是拍部長 真正的部長 其實是 他說的話 其實是有影響力的 所以老實說 你為什麼要我出聲 所以我覺得明有香這個人 挺厲害的 還有一個復筆 這套跟上個星期的 最不同的地方 是什麼 Solo的事件 trigger出來 就是那個異語的問題 有人說 老師和黎諾是認識的 然後在一起傳 他有報告的東西 就是說 一傳十 十前八天 可以搞散局 令到他不表態 這件事 也有一個合理性 我想那件事就是 你可以說 副部長 他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人 所以他第一句問 他不出來平息 但是其實 我覺得他聰明的地方 是在於 他明白自己平息不到這個風波 因為其實 他是令到這件事 投入去之後 一個這麼有能力 有人望的人 他加入去之內 其實是混亂的 所以他才不出來做那麼好 我覺得 這件事 就是不同人會看他 會有不同的 有些人會覺得 哇 你縮骨而已 部長你又縮沙 你這個位 你副部長 你之前那部 你又縮沙 你每次都縮沙 那某個部長程序 就直接側過他 是你 是你不做我才 我出來做 所以 你看到 明日香的例子也說到 就是 我不做而已 我沒有逼你做的 你要中國偷偷去死 那我不想我妨礙你嗎 你也想死 左人自殺 又如殺人父母 可能 都挺真相對 程康露罵他 但是明日香的答案 是無可不 他說 他很清楚 其實 是 你已經預料了 其實 關我鬼事 你心知的 其實是 這個 其實這套 是很多的 另外一個例子 就好像 關乎獨奏 那一部分 認識的 最大問題 就是 根本上所有人的內心 都知道就是 例來的技術 其實是好過鄉跡的 是的 而他們 因為不服氣 他們找到一個理由 說 哦 你認識他的 那你當然幫助他的 所以 這是一個藉口 所以 阿sir 最後 叫他們出來 在會場面前 在全白人面前 公開什麼 這真的很公明 但非常殘忍 其實是公開處形 其實 他一句說話 其實可以搞散個團 如果處理得不好 其實 這裡是呼應的一件事 呼應的就是 第一集 不是第二集 老師問 你們是想 留下回憶 還是還是參加全國大賽 老實說 其實獨奏這件事也是 留下回憶 那你就選擇鄉跡 如果你是為贏的 那你當然選擇麗奈 不用選拔 就是這班人 你這班人 其實現在 我要你們自己再回答多次 這個問題 只不過問題的形式轉了 獨奏這一部分 你覺得 當然沒有 回憶更重要 人家都最後一年了 難道你不給我嗎 他幾雷幾差都好 你當然要給他 如果回憶的話 所以我也同意 有人之一的說法 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這件事處理得不好 是可以搞散整個團 因為你玩得黑 只要他一句說話 你玩得黑一點 阿香即說一句 就是說 這麼多朋友 他是女神 即使鄉跡不說話 其實都有機會搞散整個團 但正常是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多 高年級那班 是認識鄉跡的 他心底上 當然是說 鄉跡既然他自己演奏 雖然是比例來差 但他都可以做到獨秀 但是 分歧在這裏 對於團來講 是不好的 只要提出來 其實他的對立面 已經一直在 我覺得未必需要想到一個目標的 這件事就是 如果有一些關係 我和你同學認識了很久 我和你講 都是那個人很壞 可能你的心想最重要 其實那個人是壞不完的 但你口感就說 對 都是那個人不好 即是他們現在的態度 其實這套東西 這些人際方向裡面 他們每個人的表現都是很學生 即是不會突然間有個 突然間變成聖者 當然是你不對 我們為了全國大賽 原來一巴掌升下去 即是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即是像看熱血砲球漫畫 那些三年級生 我昨年打砲球 一定要扔球 那你去扔吧 背牌是這樣的劇情 這套不會有什麼事 即是公開處贏之後 即是你看藍儀多俠 那些三年級的後備 他不會抓住安西界國 我去年我也想打破 我想打破 即是沒有這樣的劇情 即是沒有人會抓住 抓住阿sir 說我想吹 就讓我吹 行不行 即是這些劇情 他這一套裡面 就是他用學生和學生之間 因為始終不同 就是一些個人運動的活動 就是真的看著自己個人 因為是整班人的組合 除了技術之外 可能還要講到信賴 這件事就是 究竟這個信賴是否值得 你用實力去交換 不過即是我們一開始說 就是老師的心態 以及老師的想法 比較少說 所以我也有點好奇 其實老師當時 玩這個公開對決 才知道鄉職有什麼人才會這樣做 即是如果鄉職 不是最接近聖人 即是他覺得 我真的為了那個 其實他沒有理會 我想這樣 其實我也認同阿倫說 他沒有理會 而且也不需要理會 因為本身 他要你服輸 本身那個性格就是 鄉職其實不是一個聖人 鄉職其實他也有私心 其實 他知道這些事 他就沒有阻止 有鬥心 他為了團絕 想你會搞散 他就沒有提出來 但他提出來 他反而是第一個舉手 說我要盡栽 進入選筆 開頭的事件 其實叫做什麼 在獨咒的時候 我表面就是 我是一個學長 我三年生 我保持一個學長 應該說 一個人 的面具就是 我跟你說 難道你說 你出人 你扑街 你不會 即是你不可以這樣 即是說 禮內說得出 即是你說 那你加油 即是你耐心一句 他就說 你死掉了 多好 即是你總會有些 即是門面對白 你講和你心的那句話 其實不一樣 其實香濟是那種 香濟是那種 既生如何生涼那種 即是他那種 他其實知道 就是很喜歡他那個學妹 其實是 在學妹後 好像在搞一些小洞 但其實他不理會 就說 又不是我搞 老實講他搞不關我 即是其實 我都不關他 即是我都說 我也是受害者 我可以哭 我還是聖人模 沒有 其實他裡面的人 其實每個的 部員 即是有劇情的 大動 其實他們是很人性的 即是說 我在你面前 我當然要這樣說 大哥 你真的當我傻嗎 你真是瘋 我又不是很覺得 香濟是有這麼黑 即是 為何會這樣扭 他沒有做一幕 他沒有做一幕 這些是 我們繼續來問 他不是黑 但叫做什麼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私之心 即是說 我也想出去 我等了三年 大哥 即是說 還要是 現在慢做什麼 是有機會拿獎 即是說 我有機會出位 即是 我意思是 我會看成那件事情 就是 香濟是不是想報個局 去到他很喜歡他的學妹 去提出這件事 最後得出這件事 他不是背後的教授 但他知道這件事 但他沒有去阻止 他自己 一方面 他是希望 自己能夠用實力 去贏個例來 但他內心心意知道 就是 他根本贏不過例來 那其實 這是一個矛盾 即是 回答鏡花那件事 他不是去做個局去做 他是默許他去做 沒錯 默許他去做 我想 所以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 我會覺得 他那一刻出來 為何會出去 我要出來 我要去做決鬥 就是因為 他那一刻 都想 好像 阿彌日香一樣 他那時說 他好像 他可以隨心所有 不受束縛的姿態 去喜歡做他的音樂 這也是默許他 為何會做這麽多原因 我覺得 他那一刻 是有一個鬥心 我會知道 這一個是 學長 就算說 低音部 另外一個雜頭髮 那個 下景學者 他是一個 隨波續流的人 突然間 一群人有槓勁 那我就有槓勁 你一群人沒有槓勁 那便是 沒什麼所謂 就是順應環境 大家覺得努力的時候 他就是努力 大家都不努力 其實我沒有立場 但如果一群人 想去一個目標 我作為這個部的一份子 我會出盡我的全力 而他亦都說 他都出盡他的全力 去爭取入選的機會 但是最終他失敗了 但他都不介意 他們都明白 就是 我怎樣跟你呢 你學了七年 不是學了七年 你都是這麼努力 就是你七年來 你都這麼努力 你可能說你七年來 你都這麼努力 我輸給你 是很正常 我贏的 我贏的可能是 我真的有努力 我有努力 我的努力 我的才華 能夠挑戰你七年的成果 我對他來說 沒什麼所謂 但他失敗 他就說 我不會很介懷 因為他一直都沒有介懷 他究竟是否能夠入選 這件事 因為要努力 就是要努力 所以要讀書 要考試 那我就要考試 那我就要升班 因為這套 其實說很多 就是隨波續流的人 和逆流而上的人 其實說很多 他反而說樂器重的 技術上的 反而說得不到 現在我會這樣說 我覺得不是逆流而上 是特立獨行 或者他那種 我要遠路不同 因為麗奈和王前 九美子 那堆裡面 其實他們是什麼 他們就真的 是我們看動畫 那種 在報復裡面奮鬥的角色 沒錯 九美子也不算 後面也有 最後一集也有 最後一集也有 感染了那種氣氛才會有 麗奈就是 他一開始已經認定了 他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他已經在一百米上面 跑前面那堆 帶著其他人去走 還有九美子一直有 那種心態 正如 因為是麗奈的說法 就是他一直都是 對這些東西 覺得有些不好對機 其實好像有些 不是很激怒 但又不夠膽去做 所以最後 是麗奈鼓勵了 他變成這樣的人 麗奈的目標 就是 他想變成一個 與眾不同的人 然後讓老師可以注意到他 是啊 愛情的力量 就是給了GL 我不管 這件事就 沒有人有 沒有變過 這套東西 是很巧妙的 這套東西是雙性戀來的 可攻亦可守 雙性戀好像不是這樣的解釋 不是 他不是說市場策略 可攻可守 還停留在planning的sales 在sales那一邊 這套東西裡面 唯一叫做愛情那方面 是 最佳是說 我喜歡他 我不喜歡他 他說 咦 你喜歡他 但是你見到 他其實是 他用得很少的篇幅去介紹 只是 小到我覺得 根本上就是什麼 其實你不說也沒什麼所謂 不足夠 不足夠支持 感情 所以我會覺得 說多一點 老師的過去 例來有些什麼 有些東西 你可以看到 阿秀一是喜歡九美子 分明 然後 阿秀一去了後面 出場戲分間都沒有了 錯班 人家狗被遮掩 喊的時候 仇一都在後面 不是 整群女兒一起來的時候 只是一個頭 但葉穴就喜歡仇一 而阿 朗未知又對仇一 就說 不知道 青梅竹花 但我又沒有愛情的感覺 這是青梅竹花上有的 遲遲街對付出現的事 我為什麼會說 主角群這班 其實是好動漫 就是 他沒有在二三年級那班人裡面 那個人那麼寫實 那麼真 你似乎一個學生 真的很豁達 他們說 你喜歡他 飛了來 我不關你事 我也知道這件事 我又會為我 推我朋友去告白兒 失敗了 而我又會覺得 不好意思 然後我又知道 原來瘦一 又是喜歡阿錦麗之前 又喜歡我的朋友 他又不會去想 最壞的是你 推你下樓 但是 沒有做的 不想推你下樓 不如那個劇情就是 那個女主 以前的運動部那個 葉穴 葉穴 葉穴那時那一下 我劇情很深刻 就是說 對啊 聯合了小六之後 我們就說 我喜歡這個瘦一之後 就可以推開你在血裡面 然後我去進攻 誰不知 瘦一都是不喜歡我 就是這樣 他那時說這句話 是整個呼吸般自然 很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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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計算你的 不過你也不介意 那一刻我是覺得 兩隻不罪得 我是分明很討厭 這件事 三個人的圈子 都可以說這些 他們的反應性格 就是 我又覺得 你們突然間 每個人都很豁達 完全不像一個學生 我不覺得是這樣的 九尾子那種有點像 有一個副部長 就是他那種 你又玩這些東西 那我實在不太在意 為什麼你要搞這麼多東西 那當然 因為九尾子那時候的 focus 是要在麗內那裡 就是他被麗內的 性格 吸引著 就覺得 這個人 勇往直前 他就覺得 可以無畏無懼 勇往直前 吸引到他 很向往 他這種性格 會長也是開口供 戚梅竹馬一邊 又麗內有一邊 那是一個 大家都很歡喜的 結果 但其實很不可能 麗內留意 九尾子 就是因為 他覺得 這個人 他 理解他的感受 不是理解他的感受 不是理解他的感受 他覺得 這個人 哇 你說話都很混亂 有時候說 這樣的時候 你都說了這樣 我覺得 你真是極品 麗內第一次留意到他 就是在他們初中的時候 專門那一刻 他說了一句話 就說 你這樣也說 然後他又不停留意 就說 九尾子很多時候 他衝口而出 說了一些 不是很對現在的氣氛的 不是很適當的說話 不懂得看氣氛 算漏尿嘴 是不懂得看氣氛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什麼吸引麗內 因為本身麗內 都是說 我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對我就會去做 其實 好像兩面東西合不來 其實也只是 麗內的說法 他都說這個 你見到麗內 如果有人批明他 他會尖回去 當然 但我告訴你 對他其實很快 我是不知道他們兩個人的交接 為什麼會吸引到對方 你明白 仆街都很像是仆街 對 沒錯 物以類在 我覺得麗內的說法 完全是這樣的 我是一個仆街的人 我們又比較通俗的說法 我是一個仆街的人 你這樣說是錯 你這樣說是錯 怪人是會自己聚馬一堆 不合群那班人是會自己聚馬一堆 都可以這樣說的 那麗內的衝擊是 那晚月夜之下 吹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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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他的才華 講英文 吹蕭 吹蕭 多時間 但是 例如 平時你見到他有人針對他會 會拆掉他 不會喜歡狗魅子 你覺得到早期來 不是 他們是兩成相悅的 那個情況是 就是一個仆街 中一個暗的仆街的人 那個暗的仆街的人 就發覺 原來仆街的人很美麗 所以我就很憧憬他 簡單來說 都是一個仆街的故事 這集的節目 還沒得到18禁 仆街 仆街 是OK 廣東話只有五個字 不是 狗魅子 我覺得去留意麗樂 我覺得這個理由還可以 但是 反過來就覺得有點奇怪 是啊 即是 麗樂和他 實話都白白一片 因為其實麗樂 在那個組織和團體上 他沒有一個很明顯地掛人的感覺 所以你很難看到 他那種是獨樹 好像感覺上 他是一個天才被人孤立的那種感覺 是啊 但是狗魅子沒有 或者這樣說 例外能夠 注意到狗魅子的角色 就是因為什麼呢 狗魅子在這些場合裡面 他可以說出他自己心裡的那句話 他覺得其他人做不到 因為現在 至少在那個團隊裡面 很多人都帶著自己的假面 他就說 是啊 要是這樣好一點 當然要先養高年級的前輩 我們要敬佬 我們要尊敬前輩 人家沒有的 你還有 所以他覺得 這個人都很討厭 如果跟他交心的話 他不會跟你說一些很 很表面 好像 部長和鄉跡說的 很表面的 其實你又不是很差的 你覺得 你努力吧 副部長 不是部長 部長 他有問過部長 部長也是很軟 但是他說 我覺得你很努力 他就知道 我夠自我努力 神經病 不用說的 部長心想 我想的 我想做部長 他就在想 其實大家都是後悔組 正正是因為 他可能覺得 這個人 他不會介意 跟你的關係 總之說 總之 有那句 我就說那句 因為其實 之後你也看到的劇情裡面 就是 麗內有問過 你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輸 在讀咒那裡 然後 他也回答他 你想做什麼 你是想做一個 意味不同的人 應該打獲他 不是 他講的意思 簡直是 你一個仆街 就貫徹他 做一個仆街 不要這個時候 才跟我轉頭 不要說 你說 你做黑面就做黑面 說文娜一點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前輩 那個位 他會覺得 所以你會覺得 這兩個人好像 當然你說 當中裡面 尤其是那段 心情的對話裡面 他有很多心情 我明白 你不會背叛我 他說 我不會背叛你 你背叛我 我會殺了你 然後我說 要不要這麼嚴重 就是 那個位置其實是吊詭的 讀咒那個位置 就是 我應不應該輸給前輩 讓我這個讀咒的位置給前輩 然後他又說 他回答他 不會 不應該 你應該去的 然後麗內就回答他 你不後悔 你不會想背叛我 其實那句的答應就是 你不是想插我 阿麗內就殺了他的班 但是有他的後堂 有他的背景 一定有人舉手 但問題是他 一連級他未必有 所以你會殺了 你狗美子這個一跳 你那個問題就是 你問完他之後 然後你說 你兇他 然後他說 什麼啊 因為狗美子說的 如果是我陪伴你 你可以殺了我 所以狗美子是自食 已經是死心拍地 醇養了他 始終 我一定投贊成票 你去馬吧 放心吧 你先撞到一票 我最少不會走出去會場 不是 我不會場外等待 我贊成票 我不會離場 我本身發生 你即使是 如果我真的不投票 你殺了我 情節裏面 就算去到獨奏那一段 其實拍掌 其實你都見到 很多人都戴著簡面 拍掌 有一個很熱誠 另一邊就是 阿香職 他的跟班 他的死忠 拍掌之後 其他人都說 有人拍 我現在拍 我沒那麼外眼 我隨便 會景BGM 不是啊 那一幕我真的覺得很現實 我覺得很現實 但是你留意 我猜不到他會這樣做 那一幕就不止 那一幕你見到 其實除了跟班拍手之後 然後又拍其他人 部長有拍手 坐部長旁邊的人都沒有拍手 坐部長旁邊的人 是沒有拍的樣子 但是之前拍的 那個就是副部長 那個就是阿斯卡 是巧手 是不拍的 他其實打算兩邊都不拍的 兩邊都不拍的 那一刻最殘忍 也很真實的一幕就是 要表態的時候 當然是不表態 我心想的 大哥現在有證有據 是我看到的 有人被人抽後算 對呀怎麼辦 一麗麗快就不表態 上位的時候怎麼辦 日本也有很多所謂的圈子關係 其實 都不止日本的 其實 你這些 當然你說是麗麗第一個拍掌 當然因為他講過 如果背叛他 他要被他實惠 死了不死 我就唯有站身發掌 對呀 即使用一條命 以及被孤立的 我當然是留一條命 這件事 是很實際的 我也明白 你都看到這個位置 然後老師其實 都是試探的 其實兩個的掌聲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大家都很梳梳落落 老師其實在這個梳梳落的位置 就是嘗試畫 向直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 逼他 不是逼他的鄉跡 其實是逼這班人 其實是 我覺得是 如果老實說 他們沒有人反對 鄉跡自己 也都不鼓起勇氣出聲的 那就是 其實你們這班人 你們都不是想贏的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最後試探 老師其實 某種意義上 就說 有心帶你贏 但其實如果你們根本 內心深處 你們都依然是保持 就是說 我想創造回憶的話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這件事跟投票的時候一樣 你們 是不是真的肯去做 雖然我覺得老師是計算清楚 但也很殘忍的一件事 就是 他沒有必須下台的街地 要逼鄉跡表態 就說我不做 其實 不是 之前你沒有必須下台的老師 你側到老師 搞到同學生有染病 對 你搞到 所謂理不仁我不義 就是 很正常 我覺得老師都很對 我也明白 這一例內喜歡老師 可能老師都是一個 黑棉 是不是 對 CV 英井 孝雲 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你不會怎麼說裡面的困難 而且裡面就是 所有人面對的 在技術瓶頸的困難 輕輕大過 甚至 沒有練習 我覺得有個角色是很悲哀的 瘦一 一直是被老師說 你這一段 你跟我死定他 你是死不死定的 然後你說 可以 然後他遇到很多的瓶頸 但是中間裡面 練習都沒有拍過 練習都沒有拍過 然後就說 最終就說 你記得下次 每次都要保持這種狀態 然後 他就完結了 然後我覺得 當然我知道這套是女 但是你都沒有太過分 你要知道的是什麼 其實你不太見到這個角色之後 你會有點 confused 因為不是女校 你看到最後一集 那些基本上 全部都是女 對 因為那個 沒有瘦一 和低音部 另外那個男生 和沒有打擊那邊 你覺得全部都是女校 因為你要明白 一個青春期的女生 和一個青春期的男生 寫了女生 那邊的人世關係好看 男生沒有那麼好看 你明白嗎 多掌握 不是四個女生 手十指緊扣 是四個男的手十指緊扣 你會看嗎 這件事我有話說 不只是青春期的 什麼時期 看女的關係 都是複雜過男的 因為一直在遇到瓶頸頸 其實九尾子和瘦一同事 是前後腳遇到瓶頸 然後接著 他很執重 九尾子遇到瓶頸頸 他最終失敗了 不讓他一起演困難的部分 只是副部長 那一集 之前瘦一都在練習 九尾子都經過 遇到九尾子同一個作品 還有就是當九尾子 真的被人勾了 不讓他吹難的部分 之後 然後瘦一也說 我也想吹得好一點 但這傢伙 對他來說 我覺得這個 我知道南角是沒有什麼地位 在驚訝的作品裏 但你也不要太過分 他不是主角裙 對你錯了 蝙蝠相戴少一點 這幕很重要 這幕是插拳一幕 為什麼要鋪這麼久 就找到這一幕插拳 就是他們的處境一樣 所以他們的心會比較靠近 不同的處境 九尾子不行的時候 有瘦一我不是他 有麗樂我不是他 但瘦一不行的時候 有人管他 你不覺得瘦一悲哀的地方 永遠都是什麼 就是海嘛 老人與海 練習在哪裡 練習在河邊 喊在河邊 那一個真正男子 他不是要求安慰 求啪啪 隨時想跳海 自己在海裡 對著他 吹好他 是一個男子巷的所謂 我覺得 只是已經沒有拍出來 不是 自己的問題 沒錯 其實我覺得 原意是 因為他想 愛情那班 他想偷到極薄 甚至偷到他說 你不如不要搞愛情那班 但他要搞 唯一例外 例外說 喜歡老師那個 我覺得你可以說出來 但其實 瘦一和九尾子的關係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他暗暗戀他 他like不like他 或者他的朋友 葉穴 是不是耍手段 要得到瘦一 這個其實不重要 最後你都沒有帶出過 任何事件出來 有些作弊 這句說話 是不是原作之後有再說 少許 可能是 正如很多劇情 分明是還沒說 老師還沒說 副部長還沒說 我覺得副部長還沒說 我覺得副部長還沒說 這些有機會 就是瘦一表白之後 被拒絕做之後 應該是後面的劇情 連學部都不要退賣 所以你說這一套 你會覺得 這班人真的很醜流 我又不是這樣想 反而 我覺得這一套 其實是 很真 很真 很溫柔的地方 其實他說的是 一班團體意識 還有 除波續流 其實聽說結果都很好 好看近年經驗 那班人 好像很除波續流 什麼都不想 但最後他們都一起努力 去參加比賽 有團結性 不要說到 那麼努力 有情而血 他們看到 有機會 還不想 這是很真 但我覺得 這套是很真 每個人都是很白 尤其是 中間裡面 耍得最多手段的 就是香織的學妹 其實他也是很真 而且他最絕的部分 就是 夠膽死真是同 例如說 你放棄行不行 放水而已 不是放棄 其實也是放棄的 他用那個理由 因為熟悉人形 所以你只是一年級 還有很多機會 例如說 你有這麼厲害 沒有人搶到你的位置 嘩 好難 假裝跳打為仇 會不會升上二年級之後 他又會一年級新 超厲害的 全世界第一 這樣就沒有機會了 那不知道 對他來說 其實這套東西 你看的就是 不是一向來看的 有情 團結 就是什麼 其實整班人都是自私 整班人都是 即使每一個角色 每一個角色都是自私 每一個角色都是為自己 都是為自己 都是為自己而戰 但這個真的沒有歐飛 我知道 這套東西就是 他這套東西做得很真 這些角色就是 你可能覺得 嘩 這些傢伙 隨手那件 你身邊的人 偶然也有一個 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 謀利 喂 你不是說 人有兩面 他有他自私一面 但鄉主 達到他 他的面向 達到一個光明 好就都好 白得很正義的一面 兩面都會有 正常就是 我們真的好像 你現實裡面 你見到人就是 光明的一面 一定會留守 不是說 見出面的人 見人有人樣 對 背後就靠你一刀 沒有的 我覺得 如果要問我有什麼啟示 就是 只要你懂得 運用的人性 可以令他去一個 很正面的結果 就像英仔夏雲 做老師做的事情 他有做的事情 他可以團結到一群 散沙的人 去做了全國大賽 我覺得 二貴可能會講到 老師的部分 他應該 有很多計謀 他講了說 有二貴 沒有的 我們想 你說到有 其實沒有的 就算他作畫 他都很刻意去 賣弄一些動作 潑頭化 那些動作 其實我看他 是賣弄得最多 在這套東西裡面 這位很奇怪 這位 那位 因為這位 這位 這次有幫助作主席 又是好事 你看燮 over 肉知市場 也是有這些 當然你說故事 最終就是 他們拿到金獎 可以進軍這個全國大賽 這個有 有做 金阿里 一貫做的 首美呼應 回憲大家 他們一開始嚇人 第一次獲得是假金 這次真的獲得真金 其實之前我們也有說過 現在我們經常看 學部已經不再注意 那個活動的 活動內容 就是這個刺織 就是人與人之間 尤其是經歷你近年那些套 我都覺得有一點質感 他找回來的作家全都是死 這個類型還是心敲 但是你看到是這一類型 其實現在他們走的就是不會說 代賣角色賣歌 在球場射球後 想三分鐘回憶 反而是經歷你自己原創的 是很青春路線 反而他做改編的都是一些比較 是說人的成長 還是青春熱血 冰果是這樣 但反而中二餅 是做最青春的路線 所以就不好看 你問我就是這樣 其實這套 我覺得經歷你做的事情是比較好看的 其實他涉長一點 這套其實老實說 甚至我覺得 你上代賣角色 其實他拍日劇也沒有問題 我可以 很簡單 拍日劇也沒有問題 但他拍麻煩一點 反而他這次 他不是很側重音樂方面 他是人士 因為本身是太多人 有K.O.O.N.的洗禮 想著這些作品 肯定是去買歌的 他連首歌 為何吹好都沒有說過 其實最後 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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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以吹一首歌 連呢 那其實也對 對 那不是你想我跟你說什麼 炮天粉 難道有秘笈嗎 難道你每早上 就向東方 祈求三個小時 炮天粉 這些 在4月時放完就可以了 我們這個不是看這些 感覺挺新鮮的 以驚訝來說 但是 我總是看完整套動畫 我覺得普普通通 就不是說很突出 不是 這個跟我上個禮拜說 至少有些人物 上個禮拜很下限 那個人物 性格 我覺得今季裏面這些 其實是做得不差 你說劇情好不好的話 我覺得真是見言之 對我來說就沒有什麼感覺 其實就是 人物就是普普通通 人物的黑話 我覺得是真的 你看你剛剛口味 雖然這個很廢話 你句句都這麼說 那不是的 那你問我的話 有沒有錯 我問我有共鳴 副部長 什麼副部長 這就是會說話 鑽大體就明不明白 這些是 正如有馬說 鑽大體就句句 這就是黑面 是不是那個 天人啊 講人話 因為要看你有沒有共鳴 認認真真一句就是 我講真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 你和你的生活 和你的經歷 沒有任何關係 那你不會覺得好看的 自然是 你會覺得 我寫得很好 但不會因此覺得很特別 如果你有些共鳴 就會覺得 好像真的去到我心裡的別 這樣 對 那這一套 我們到這裏 我們下次回來繼續